她是海派插花飞移传承人 一支枯木在她的手中 也能重申为艺术品 我把它存在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花就是有个枯荣相继 这种感觉对吧 枯木逢春的味道 对 有一种对比 她对自己下足了狠手 每天都过着高考冲刺一样的生活 每天都会背唐诗 诵词 缘曲 听史记的课程 听自治通鉴的课程 哇 我的妈呀 大家好 我是小猿家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特别的古色古香 在我身后是 恍若梦回百年的老宅 在这里会有一位什么样的妈妈呢 属于她的关键词 金手指 试花弄草育儿法 我的妈呀 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我们出发去找一找 你好 我是我的妈呀 孙恩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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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魏雨萱 欢迎来到香家宅院 魏雨萱 海派插花非遗传承人 海派插花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插花的精髓 又汲取了西方花艺精华 相比传统插花 它在器皿 花材 素材配置和造型上 拥有更多可能 形成了追求自然美 线条美和意境美的特色 2019年 海派插花被列入第六批上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20年 西方的建筑风格所以说就非常具有海派的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来插花的话是别有一番风味 是的呀 现在在做的就是插花这件事吗 对呀 你看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还有几只 最早怎么会和插花结缘的呢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有果园的 然后我们大概有50亩左右的一座山 然后种的是葡萄还有各种果树 那从小的话我就跟父母其实是一起工作 他们就是修剪果树 我们知道果树其实是要修枝的 然后我每年都会陪着就是父母修剪果树 等我开始学插花的时候 我们插花老师每次都会说 你是学过的吧 老师说你看着就很熟练啊 后来我才想 我小的时候不是从小就用这些的吗 对 用工具是特别熟练的 属于你其实它是海派插花 我们上海这个地方就非常海派 那所谓海派就是东西方融合 就海纳百川 接受并蓄 对吗 那我觉得我们插花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器皿的搭配可以更大胆一些 我们花钱的使用可以更大胆一些 我们布置的空间 也可以是偏西方的空间 也可以偏东方的空间 我们就是可以融会东西方之美 你觉得海派插花最打动你的点是什么 因为我们海派插花 它是基于我们中国东方的元素 特别是我们江南文人风插花的这个元素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我们中国古典美学很接近 当你看到这样一盆花的时候 我们东方人会觉得那个美是会吸收到的 会感觉到的 那种枝条的那种比如说曲曲横斜 然后那种比较像书法一样的那种线条感 那如果你在通过一定记忆 然后通过一定的理解和通过你的这种心情去表达 那它就会更美 对啊 它就没上加美 对啊 没有不美的时候 所以完全没有基础也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啊 像我今天可以跟着你来学一下吗 那可以啊 尝试一下海派插花 好的呀 来 这个是插花的这个花插嘛 一般就是用一个 那我建议你这个作品大呢 我们就可以用两个 就够了吗 不需要很多个 这个也是我们东方插花的一个讲究 就是留白之美 有一个异想的空间 是 那我们先加水 一般我们加水的高度的话 就是加到这个莫过剑山 够了吧 新制点吧 可以了 认识这个花吗 白子莲 这个白子莲 其实花期特别久的 你看它每一个花包 最后都会打开 给你剪刀 你试一下 那这个就是该多长呢 我其实就是有点 抄作业的感觉 就看看那边 抄作业其实就很好 其实插花也是一个模仿的过程 是不是也可以有长有短的 有一只特别长 但这种呢 就很弱 它就是那种可以锤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长一点 我觉得眼光很好 是不是留这根最长 因为它很动感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剑山的用法 很有动感是吧 是 随风摇曳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剪一只短一点 这儿 再下来一点 不是太短 抄作业了 要抄作业了 所以这个就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心情 其实你只要把那个大的框架 比如说我们这是主花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 就是今天表示色彩的部分 这是我们填充的部分 然后它其实是有公式 可以去计算的 然后你只要把比例 角度都协调好 就没有问题 就跟那个黄金分割是一样 对吧 是的 你现在插的这个 其实就等于一个白银分割的感觉 像那个其实偏黄金分割的感觉 这个主花和清明的比例 天哪 我以前一直都以为插花 就是我想插哪儿就插哪儿 其实它还是有美学上的一些理论支持的 我们就是学习的话会有花心图 那像我的有一个学生 退休之前开始跟我学习的 然后学了两年 他退休之后也有五年了 就七年 跟了我七年 然后现在经常会出去上课 是你的助教吗 是助教老师 而且已经五十几岁了 而且五十几岁 也不是我学生里面最大的 你最大的教过几岁的 我有一批老年大学的学生 就是老年大学最小的七十多 最大的八十多 八十岁 对 他们的作品 我就不会要求说 你一定要插得多厉害 多完美 他们只要非常开心地去弄花 然后感觉美美的 然后又拍照 然后回家里去插了花 还给我发消息 说老师 就是你看我 对 他们就非常高兴 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插哪一个 我们这个如果是在后方的展现 我觉得中间还缺一支 衔接 再短一支 在这个位置 就高 对吧 中低 高 对 很自然的感觉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这个主花的部分 在这个的三分之一处 面向自己大概要这样 要这样插吗 对 但是你看这边有个弧度 对吧 就不好处理 你就剪到这 斜口 然后在这个斜口的位置再剪个一字 否则是插不上去的 这样 带我来 这样 你看很硬对吧 那你就再剪个十字 这就是小鸡就好了 然后你看你这样就能插上去了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那样硬插 我还想说 为什么那个花可以是这样熬着的 所以说用剪刀真的要很熟练 不只是把它剪掉 然后这个把角度放下来 面向我们自己四十五度 你看 好 它这里是不是就多了一个空间 对 它就更灵动一些 是 对吧 就不一样了 怪不得我在我家插花的时候 就是总不能有那种错落有致的感觉 原来是 因为角度没有打开 剪的问题 对 我们再试一直 把它就是做高一点 就是大概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就高一点 那如果你觉得它太茂密了 你可以选择修剪掉一些 这个就是 不 我不舍得 都是这么说的 一般都会说不舍得嘛 不舍得就是 就不太会留白那种是不 就是取舍 就断舍离也是学插花的一个必修课啊 然后如果你这样看 它就有点像一个后颈 是 一般我们远远地看过去 远的那个一定不是那么茂密 比如说我在这里修掉 后面就很有意韵了 就远远地飘了一只对吗 是 然后这只我们可以层在前面 我明白这个逻辑了 对 就它其实也不浪费这个花 没有浪费 只是把它的那个颈身做的 对 就是隐隐的 感觉我前面有 然后远远的还有 那就是会呈现一个花园的感觉 好看 果然就是就稍稍一动 它就不一样了 对 你没看到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个枯木吗 嗯 这个枯木也可以 然后你看啊 我把它撑在这个位置 它有几个作用呢 远远地看一下 一个作用呢 它下面就是花叉的间山稍微挡掉了一些 没有那么明显 而且有没有感觉我们这个花就是有个枯蓉相继 这种感觉对吧 对 就是枯木逢春的味道 对 有一种对比 我现在知道属于你的关键词 金手指是什么意思了 就连这样的枯木也可以成为我们插花的一个道具 对 我在带学生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一直讲花的表情 花其实和我们脸一样的 也会有正面 侧面 反面 就是找到花最好的角度 精气神 像这朵花是属于什么表情状态 这个其实也是 也算是刻意摆过的嘛 如果你放它的话 你看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 往上的一个弧度 对吗 如果是这样子放进去 就是有点没精神 但如果这样放进去就很有精神 对 它就熬了一个pose了 对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技巧 比如说你放花瓶里 你会发现 那如果我就是很想这样 那你看我就倒了 我想像这样 但它就会这样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在花瓶里 还有很多的结构的搭建 比如说这样子再放 你会发现 那如果我想让这只花 挺挺玉立的话 我就可以从中间出来 对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人工的 对 人工的一个就是 架子 分割瓶口的过程 因为有的时候瓶口 这还算小的 那如果瓶口这么大呢 但是你就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颈子型的一个 我们叫 有插花叫萨 然后做进去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固定在每一个 你想要的它的位置上 对 你看 这样一串 对 无虫下手的 是的 所以我就默默地又放下了 对 先看看我们哪里需要 可能这里有点空 这里需要一点 这里需要一点 那不可能高到这个程度 所以你就比一下 大概在那减 这儿 差不多 还不错 浪费一点 是不 不浪费 不浪费 绝对不浪费 对 那你刚刚说了 不要浪费 对不对 那你看 怎么剪呢 就是这个位置 是不是还有点点空 然后把它协键 一字 四字 然后可以做一个 两层植物的融合 这个就是自由发挥的过程 我觉得今天做得非常好 至少85分了 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这也是属于我人生当中 第一个 具有海派风格的插花作品 我看到你有做很多 比如殿堂级的装饰 包括走进社区 包括交小朋友 其实领域还是蛮广的 还有包括做工艺 为什么自己一直用心 专注在这一块 就越深入 就会发现 这件事特别好 那我就希望更多的人遇见 比如说打个比方 最近这些年 不是故宫文创特别火 在故宫文创这个作品 就是生产出来之前 它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但是当这个故宫文创的作品 到我们手上 是一个笔记本 然后是一支笔 是一个尺子的时候 我们发现 故宫好美 其实我们中国人 每个人内心中都有 就是非常强烈的什么 传统审美元素 和这种传统审美的基因 这些审美需要被激活一下 其实插画也是一样的 你只有看了作品 然后最后 它内心的一个种子 就会发芽 它会说 原来这是我们古典的审美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会增加 大家对民族的自信 然后对古典生活美学的热爱 是 今天就感觉自己的 古典美学的审美 瞬间被激活了 我也是真的非常厉害 顺手而为 其实插画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讲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这样你有心有感觉 你可能不一定有器皿 你也可以 不拥有专业的插画工具 只想我想插 我就可以去做 魏老师的一堂插画课 让我了解到 原来中国传统美学 可以从任意一点切入 不只是《红楼梦》 故宫 是此歌赋 植物摆了造型之后 可以如此灵动 富有中式意境的留白之美 白银分割框架 这些都是对美学富有值的 感悟 海派茶花不只展示了多元的设计感 还如此具有实情画意 那了解到了工作中的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能不能跟着你回去看一看 好的 非常欢迎 欢迎你来我家 一进家就会被这一溜的荣誉证书所吸引 这是我们统计大学的 对于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也是在不遗余力地努力 我听说在统计大学要上你的课特别难抢 是不是 就是有很多人会旁听 就他如果今天没有材料去插花 他可以宁可进来旁听一些理论课 我刚刚已经感受到了 就很想去抢那个名额 从事插花20年 魏雨萱不只是海派插花年轻一代的非裔传承人代表 除此之外 作为统计大学交通大学的特聘讲师 她的课程为什么又能常常爆满呢 在他们家一个非常隐移的角落 我找到了答案 下面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这是属于你的小空间了 这就是我非常私密的一个小空间 还有很多秘密 跟我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 其实塞得有点满 这是什么 你的日历表吗 我发现真的每一天都满满当当的 我们就随便拿一天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这一整天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 可以啊 一般的话 早上我们做插花的话会去采购 下午做课程 到了晚上回到家之后 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工作 在管理一百个群左右 就比如说我说老年大学的那部学生 我晚上都会去看一下 就阿姨说 魏老师你看我这个花擦得好不好 然后就会给点个赞说好 所以每天晚上 估计回复我各种群的消息 大概要花掉我两个小时左右 很有可能这些人的课我只上过一次 但是我都会一直管着他们 只要他们对我有需求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 我需要背东西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这看到的这个黑板 对啊 原来这不是你孩子的 对这是我自己的功课 是你自己的 你看到红色这块呢 是原来是写的是诗经必背 然后呢就是我学好了 我认为我理解透了 吃透了 我就把它擦掉 有一些掌握的还不熟 我就会反复去看 比如说像《道德经》 比如说《逍遥游》 比如说曹操的文章 曹植的文章 陶游明的文章 我未必能背下来 但是我一定要熟悉 而且我得知道他讲什么 这边贴的那些小的又是什么 其实这边是我们中国朝代总表 就是我小朋友啊 我自己有一次小的时候呢 他很骄傲的 他想秀一下他自己 了解了中国的朝代 他就开始说夏商周 《逍遥游明情》背下来 最后我说你这个还不够全面 我示范给你看 从上古的 然后顺宇 我可以讲下来 福西女娃神农 然后顺宇 可以讲完之后 再开始连接他知道的 夏商周那个部分 那他比如说他讲到这个情 那我们每一个国家的一个情况 我还可以讲到 然后比如说我们到了南北朝 很多人不清楚了 我会把南北朝国家的细节 给他讲到 然后我就就 好厉害 你看我给你秀一个更全面的 这就是用知识碾压知识 然后他会觉得 这个妈妈很让他骄傲 因为是一个再学习的妈妈 因为他真的是把你当做了一个榜样 去追赶你的那个速度 除了这之外 这还有一个黑白 我就感觉是进了一个 要高考的小房间 之所以这么坚持 一定要看这些古籍 你觉得对你的插花 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里其实我可以给你讲 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其实我们在中国古代的话 其实男士插花肯定是比女士多的 我学习诗词歌赋也好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好 其实我都想更偏于中国文人的一种 理解美的方式 就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女士叫女神 男士叫男神是吧 其实古人就有这个说法了 那我们有男花神和女花神 我给大家来抱抱这个男花神 比如说丽白 丽白是不是为杨玉环写过 青瓶钓三首 云响衣裳花响容 春风福建 陆华农 写的就是牡丹 清国清城的一个感觉 他把杨玉环比作了牡丹 那奇怪的就是 杨玉环并没有成为牡丹花神 李白成了 包括我们知道 荷花的花神 我们有的时候说周敦仪 他写了爱莲说呀 他其实也是通过爱莲说 来表达他的君子风度的 说是牡丹之爱 一壶众矣 说对富贵的追求 是对牡丹之爱 然后橘之爱 陶后咸有闻 说对菊花的爱 陶月明之后就很少听说了 这就是我们 就是花神的信仰里的 很重要的一些内容 通过这些诗词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古人对花的审美 就是学诗词的话 其实能感受到 古人的那种细腻的情感 比如说 我很喜欢的一首诗 就是舒适的 就叫 《唯恐深夜花睡去》 《孤梢高竹照红妆》 其实就是舒适的那种 应该是他的卧室里 有一瓶海棠花 他就是说 哎呀 我特别怕你睡了 对吧 然后就不能陪我了 其实这样的一种情感 就和花的那种交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徽宗前面这盆花 你看首先 它是一个假山石堆叠的 那它证明是 是我在大自然中的一个花 然后呢 上面其实放了 是一个铜顶 顶是黄泉的象征 它其实用个铜顶来插花 上面其实一字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茉莉花 就是你会发现 原来皇帝的眼光 它对美 对优雅 是这样的一个品评 那其实你还是链接到了 原来宋代的审美 是那个样子的 就很有意思 是 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 你可以对你的插花 有更多背后故事的一些支持 我不是说 把大家的这个审美基因 调动起来 把大家对古典美学的这种审美的情怀 拉动起来 行远自二 笃行不淡 42岁的魏雨轩 并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 除了高考冲刺一样的日程安排 她还会像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一样 四处拜师学艺 在一次画博会上 魏雨轩看到一个少儿插花的作品 这位老师把小菊做成了小羊 鸡罐花做成小鸡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卡通造型 引发小朋友对大自然探索欲 和对插花艺术的兴趣 魏雨轩深受启发 她不仅飞去北京 向这位老师讨教经验 还专门学习了 儿童成长相关的一系列课程 对待自己的学生 是一种教学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儿子 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 去儿子的房间看看 好 那我们去那边看 这是小朋友房间 儿子的房间 倒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这边的书 好像也都是和 中国历史诗词有关的一些 对 但是我会以比较轻松的方式 去给他一些知识 这都是漫画类的 属于你的关键词 试花弄草育儿法 你觉得怎么来概括你的育儿法 就是你刚刚插花的时候 也有感受到了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刻意地 去捆绑修剪 或者是我们只是顺从 他自然的姿态去生长 其实插花是这样 我觉得育儿也是这样 我是会给他有一个 就是自然的空间 让他去散养 就像我们小朋友 就我小的时候在山上跑啊 或者我们去骑自行车呀 就是尊重他的喜好 那我们也会定期地说 我们骑自行车今天去哪里 我们可能会骑20公里啊 这样子 然后呢 他也会说 那我们今天这个方向 比如说每年 暑假的时候去旅游 我会说 你来挑地方 让他定 他会考虑各种考量 他会 我想去哪里哪里 会让他定 那他渐渐地 其实自己 就可以有很多的抉择 是因为你性格略因 还是你自己从事插花艺术的原因 你生活中是一个会发脾气吗 不会 会是那种特别鸡娃的妈妈吗 我就没有对我儿子 发过一次脾气 吼都没吼过 吼都没吼过 从小长到大 哇 这太难了 因为你 就是你带孩子 辅导他功课之后 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我其实也 不怎么辅导他嘛 他全靠自己 我只是说 在他晚上做作业的时候 我会说 你今天喝白茶 喝红茶 还是喝黑茶 我会点 他说 那我要喝一个白茶 我说那我下去煮 煮好之后 给他端上来 自己今天的茶 我还加了一点什么枣子 我还加了一点什么 等一下你喝完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刚刚看到 有属于你的很多 荣誉的肯定奖状 儿子有获得一些吗 他其实 我比较骄傲的是 就是他有这个 我们得到的 这个小茶人的称号 而且他还拿过 去年还前年的 上海市的 茶艺比赛的金奖 他其实 小学一两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学茶 然后呢 他现在都已经学了 七八年的这个茶艺了 小小年级 还挺厉害的 对 他就会 另一套茶具 很重的 一套瓷器 在他们班上有班会 或者有一些班级活动的时候 他就会带过去 然后呢 就给同学们泡茶 然后我就会说 我说 他们都喜欢喝吗 说他们喜欢的 他们都围在我周边 我说 那他们觉得好喝吗 他说 我就是加了一个桂花呀 我还加了一点小金桀 然后这样的话 就有点甜 他们都喜欢喝的 那今年你刚刚也提到嘛 初三了 对于他的高中生活 未来的生活 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就像花草的生长 它一定要是有那种阳光雨露的呵护 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大的框架给到它 比如说得知体面劳方面 但是很细节的那个部分 对它其实是一种限制 而且我觉得就是未来的社会啊 未必是家长刻意激出来的孩子 有能力 很有可能是散养出来的孩子 更有能力 而且是一定要让他不停地接触 我觉得这些更重要 是 尊重它的生长法则 对 我们的节目呢 有一本答案之书 也希望您能够在上面 留下您独特的育儿心得 育儿就像插花 要有总体的框架 而未必精修每个细节 要尊重花儿本身的生长法则 插花如此 育儿亦然 哇 我的妈呀 一只枯木重生为艺术品 这个花就是有个枯木红春的味道 一粒咖啡豆唤醒沉睡大闹 一只咖啡豆喝到三种不一样的味道 一个面团生发千层酥皮 一千四大五十九层嘛 所以叫千层派 一根银线绘制壮丽的时代图景 这幅作品它有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四针 用将心打磨传奇 用巧手缔造希望 我的妈呀 特别策划 立人降心 敬请期待 有人说文化最短的定义 就是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魏宇轩说 学习插花让她更多获得的 是提高精神世界修养为目的的生活方式的学习 这份不谋而合 是守一人的减守初心和精益求精 我的妈呀 致敬立人降心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